三天氣關,第七場三班遷移 這個賠率厲害,有明星度,武林密碼 是呀,成省有入場 起步的時候,武林密碼順利都可以了 比較快見到經典之星早前在外面不斷搶 但它內側有傳農區,這裡帶出頭 接著內南位置有電訊飛車,然後展弘圖 在外面經典之星努力騎下去 這裡慢慢走上前,這四隻馬帶開了 變成武林密碼,有些空間慢慢自己一個 在第五位走,隔了一個多馬位 才見到有主義,然後內南位置白色衣服就是小霸王 小霸王後面黃色武的匹就是柏馬難追 然後斜近挑衫就是龍澤飛驅 尾三位置是川甲鷹,尾二合火紅心 尾二的匹是有床有細,尾那匹就是合火紅心 看回前面,看到武林密碼在哪裡 移出去跑道的終碟,騎下去有沒有反應 有少少拉進去,看到何宅耀要修正一下這馬 但是再騎下去有反應,雖然有少少內閃 但是一路騎下去,越追越近 這裏過了全龍區,直奔終點了,可以贏馬 小霸王在內蘭那裏,穿上來就拿回第二名 贏得都輕鬆的 是輕鬆 早段就塞到內蘭,走得很順 拉得夠快,前面四隻馬 整個形勢都算好跑的,不過又贏的姿態是輕鬆 這裏塞了蘭,這個都奠定了勝局了 過來法國谷跑,你可以有機會拿到這條蘭 他周圍又沒有什麼馬,沒有什麼壓迫他 已經過好形勢 你看到小霸王也是這樣騎,他都不想太過落後 小霸王就比預期後那少少 他都不停地… 鎖定那個主要對手 是,跟著武林密碼 很中心,很鬥心的馬,武林密碼 你看他之前那兩場賽前又缺貨,又發燒 都跑到第二,其實很難,有很多馬法國燒出來 跑一場都不行 看到這件賽,馬主也要盡快交成績 大家向來都知道,那是馬 這些,熱門都照贏,大家都很高興 很高興,還有樂非,很多粉絲 很多歡呼聲 還有些贏,上面的馬也還有少許綠 是,閃閃閃閃閃 好,那第二名呢,剛才提的就是小霸王 分段時間第七場,頭頓率23秒50 第二頓率22秒60,每頓率23秒52 賽事時間是1分9秒62 都恭喜馬主,郭富城,馬主 其實很多明星都養馬,又不是一位養馬 不過他真的挺受歡迎,一來他是天王 二來他又,我覺得他很有風度 他贏完馬,你跟富蓮握手 工作人員 放仔兒子,今天放仔妹在這裡 放仔妹在這裡 然後他走過去跟馬虎握手 做到一個這麼大的明星 有這樣的風度 所以大家都很開心,他贏馬 其實這個很重要 他很感激,或者他很感謝 每一個幫他們的工作人員 就算是馬虎,他走過來跟他握手 又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有這種風範 明星風範 另外,今場計落都應該挺好 跑到全龍區 但見到他沿路走勢都有點耐閃 所以騎下去,都未能完全拆騎到終點 但今次都維持了第三名 騎得很漂亮 他是輸了不夠別人的馬,質數高 我覺得他排得很漂亮 三檔一早拿了埋籃自己放 別人比你厲害 沒辦法 但這場合發揮到一絕 你說內閃,有其他馬內閃 有一點影響到展宏圖 其實都開始越來越穩定 三歲,他很年輕的馬 他越來越好,而且要跑長一點 是,你再抹下他 因為他都是前面那些其中一隻 第七場看完,我們馬上看第八場 第八場就是三八一六五零的陶程 好了,起步 看到,略為慢了一點 是熱門那隻浪漫老 不過見到潘頓很有誠意 慢了一點,就立即縮入內蘭 由狗蕩變成有蘭形勢 都應該是挺好的 好了,看看前面 超勁寶寶,這裡大家出頭 旁邊那一匹的彩衣 差不多,就是開心三多 然後見到怪獸奇兵 然後內蘭為止 紫色三個匹是狗狗圍公 最後少少一對馬 就是佐治勇區 就是二碟 內蘭那匹就是浪漫老 都是首好位 現在都不是落後前面的馬匹很遠 接著有大學生 然後內側灰色三個匹就是馬爾代夫 黃色三的川河首區 現在是尾四 尾三是薄亡波 後面那一對就是冠寶區 和美麗滿滿 看回前面 頭段都不慢 二十七秒三九 再第二段是二十二秒九七 前面一對馬 這場賽事跑得夠步速 超勁寶寶仍然是佔先 開心三多在第二位 接著那一對仍然是狗狗圍公 和一隻怪獸騎兵 接著就在佐治勇區 浪漫老鑊這裡開始 都收窄和前面馬匹的距離 然後看到藍色三個大學生 接著馬爾代夫就在這裡等位 他還未動手 其實前面那些馬匹就已經動手了 首先就看看 浪漫老鑊這裡動手 扔出去跑道中碟 看到潘頓說 立江城都是這些 博薩立刻就打幾邊 這個左手邊 但是糟了 打下去好像又不是很有 這裡再打下去 又是沒有什麼反應 他已經被中間穿上來的馬爾代夫 都拋掉了他 嘩 勢真的很弱 結果這隻馬爾代夫就贏了 第二名就是這個怪獸騎兵 浪漫老鑊真的沒有 大二門去出閘了慢了慢 我們都沒什麼人相信馬爾代夫贏了 他拼了兩季 拼極都拼不贏 居然這一場讓他贏得到 同一個位置 拜杜娜 同一個位置 同一隻浪漫老鑊 中路上 又開始有少少分 因為上場都上名 馬爾代夫 會不會評分微理之下 這次有呢 都沒什麼理 他經常都上名 他經常都是這些分 你也來了很久 對 第二名就是二號的怪獸騎兵 他都主動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第四名 就數到今次中上來的勢不錯 是五號的大學三 分斷時間第八場 頭兩年27.39 第二年二十元九七 第三年二十元九二 每一年二十元七一 採視時間一分三十九秒 夠夠 臨場都說怪獸騎兵膽 浪漫老婆 又想不到潘頓 其實早段是這麼積極 拿到籃 也要積極 很有誠意 直路都有 打扁 打了一陣 結果馬沒有那麼多 沒有幾步 現在不打那麼多鞭 這個他都習慣 但是怪獸騎兵 有點不幸運 因為他五檔 如果他洩到內蘭的駁斥位 我想他都有權贏 但是他被狗狗圍攻 就頂了出去二疊 轉彎的時候 因為他前面的馬都帶不到上去 他要轉三疊彎 就虧了一些 給狗被贏馬 馬魚來夫兩季沒有贏 這隻馬 突然神勇 突然神勇 對 當然 其實他也是 拿位拿得不錯 他也是外檔 他也是早段 可以已經是 他坐得少些 人家坐得多些 不過大學生都挺厲害 對 最後幾步 他都挺虧 全程走外諜 今天有些東西看 是 整個都差一點 這次 原來增程跑1650 有多些東西看 一都被他衝上來 其實上次1400的時候 他都衝得 可以 想著 冷門都試一試他 但這次的四場 可以先看過 他全都一些 可以跑 僵口要改善 雖然天文學家 不是很適合香港 但偉大搞這些 沒有問題 一路試 一路試 加了二套 沒有問題 兩個波網波都衝得不錯 我們再看尾場 也很快 去到二班1650屠城 大門是包裝自衛 包裝自衛 和一隻安玉 都互相成為熱門 不過最後都是包裝自衛 熱一點 起步 他也挺爽 但看到在外面 紅色帽 安玉 看看內側的馬匹 他都擺前一點 放了出來 現在佔先多些 就是大眾開心 然後有有農村鳳 安玉其實都前 不過就整起外諜 然後在內蘭有包裝自衛 然後就有少哥兒 然後在內蘭 綠色三個筆 就是歡欣福星 然後歡欣福星外面 就有一先生 後面有少哥兒 柏林探哥 曾友 現在在尾爾位置 就是喜進區 在尾那一筆 就是超好日子 前面 現在貼著欄帶放 就是這隻大眾開心 半個身位 跟著他就是東方飛影 包裝自衛的位置很正 因為他一檔 這裡都是守著駁斥位 然後就是右龍寸鳳 其實安玉真的不是很幸運 他都早段想積極 但內側的馬匹又快 結果他一直都頂了在三碟 快要轉彎 繼續走三碟 很吃虧 但是也沒辦法 現在看到他上去 這隻東方飛影的外側 後一點的馬匹 看回內蘭還有一個 就是歡欣福星的馬 不過騎下去 反應就不算很好 差不多轉正入直路的時候 安玉其實由三碟 就變成二碟入直路 但是看到他騎下去 反應就相當好 這裡都很輕鬆 都不用怎麼打邊 立下江城 已經是拋掉後面的馬了 包裝自衛在跑道的中碟 都叫做超越後面的馬匹 但是跟前面的安玉 差了四又四份三個馬位 今季好像最遠是這個距離 真是誇張 贏不出棋 全程三碟贏四個幾馬位 他一段沒有遮蓋的 完全沒有遮擋的 真是 如果有下半季的跑馬地 百萬挑戰盃 他真是有機會拿 這麼厲害 如果以他今場的表現 簡直是今季的跑馬地王 超級 這個路程未失過Q 四邊 四邊一Q 好 先看時間 先先 頭對你二十七秒六 九號第六年二十三秒五一 第三段二十四 一妹二十三秒二六 賽事時間都編快 一分三十八秒八七 是編快的 對 今季這個路程是第二快的 最快的就是季初的時候 包裝大獎 但季初的場地就 不一樣 快很多 今晚你曾經受過那些 對 他可以做這些時間 對 正常時間一分三十九秒四 那是否反映幸福至上都很厲害 之前兩場和安宇互有勝負 原來比較 大家都叮當馬頭回來 大家都差不多馬 但原來這隻對著其他對手 有四個幾馬位 你不用想念他 你現在留意著安宇 因為今天全程走三碟 我們臨場都驚驚地 選了他膽 因為你走三碟 是很虧的 但他贏得來 贏四個幾馬位 好像有點誇張 他即是告訴你 如果他不贏 他不只贏四個幾馬位 今季應該是 最遠是這個路程 我記得今季應該是 六支有一場贏 四個馬位已經是 今季最遠 其實很難的 再勁這些 這樣的地 這樣的時間 另外大二門其實包裝智威 有一個檔 打算有機會贏 但對手實在太強了 沒有得跑 完全不夠跑 另外幼龍串鳳 叫田泰安 有一段時間 即是姜誠脫手 比較有輪準 左邊好像飛得很脫 都不是第一次 結果跑第三 今期九場我們研究完 下期將為父親節 原來跑了很多賽事 十一場 父親開心 是的 有了一場新馬賽 首先預祝大家 父親節快樂 我們下期繼續 最後你怎麼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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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icult 拜拜 στε 再見 再見 包裁 拍攝 服 paint 案 文看 資料 順